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当探员安仔的内心黑人问号脸的时候 屋里的人才告诉他 神探这是个模仿罪犯查案 随后神探就把自己装在了箱子里 让安仔把自己一脚踢下去 安仔一脸疑惑 但是心想这是个好机会 于是立马踹飞了神探 神探从箱子里滚出来以后 却说自己找到了杀恩凶手 果不其然 安仔内心一定认为都是自己这一脚的功劳吧 但是在总检司退休仪式上 神探居然把自己的耳朵割了下来 送给了上司 上司心中有一万匹草泥马 正片就这样开始了 画面一转有两个警察因为丢钱的事情 在车里争吵了起来 施主倒霉蛋 非说是铁蛋偷了他的钱 铁蛋就是警局的内鬼 铁蛋当然不承认了 并扬言要报警 喂 大哥你等一下 你俩不就是警察吗 随后突然出现一个偷警盖的罪犯 二人终于想起来自己的警察身份并追了上去 一番争斗后 倒霉蛋却连同他的警枪一起失踪了 只有铁蛋一个人走了出来 这边神探被提前退休了 原来他有精神分裂症 这天他又在超市发病了 气得老婆小美丢下他就跑了 回家后遇到了上门求助 破倒霉蛋失踪案的安仔 但是安仔却看到了神探对着空气大吼大叫 原来小美根本就不存在 几天后又发生了抢劫杀人事件 而用的枪支正是失踪了的倒霉蛋的 这样警察们一头雾水 安仔带来的神探更是被警察们一脸嫌弃 放着我们正常人不用 你竟然叫来了一个神经病 安仔遣散警员后 神探研究了铁蛋的口供 决定跟踪铁蛋 可走着走着 铁蛋竟然变成了七个人 很显然这七个人又只有神探一个人看得到 神探和安仔继续跟踪铁蛋 到了饭店 神探故意刺激铁蛋 被打伤后才发现 原来铁蛋身后的七个人 竟然会随铁蛋的情绪波动轮流转换 一场争论后 神探突然就去抢了一辆运钞车 随后又去麻将馆抢劫 安仔只能帮忙擦屁股 后来神探敲开了铁蛋的抽屉 发现了偷紧盖的罪犯 他独自来到了案发地点并活埋了自己 想起了什么似的寻找安仔 安仔因为差点被铁蛋杀死 此时已经被吓傻了 并且再不信神探 这时神探也看到了安仔内心的胆小鬼 最后神探 井盖贼 安仔 铁蛋 四人在镜子迷阵对峙 只有安仔一个人活了下来 神探临死前又看了安仔心中另外的鬼 原来真相就是铁蛋杀了倒霉蛋 而之后的抢劫案又是井盖贼干的 但影片最后安仔心中的鬼 让他又开始编造了一段新的故事 看完整部影片心中久久不能释怀 你永远也不知道一个人心里到底住了多少鬼 在这个人心险恶的时代 原来每个人都活得人模鬼样啊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这人都不会改变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散 我们下期不散